中国传统乡文化远远流长 自古就已融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百姓用乡极为普遍 有以福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 如是道的普及盛行 引领了当时市井的用乡市场 因此乡铺遍地 乡火鼎盛 乡是福州市古楼区的一个传统的出口商品 香料商品常出口到南洋 日本等地 据古楼区制日用杂品业记载 古楼区制香业始于清乾隆年间 是传统出口商品 区内最著名的香叶制售店为庆香林 电质在南街井巷口 该店质有黑筍线香 用橙香 丁香 肉桂等香料配合制成 另有一种石井香牌 易用上述香料压磨成牌 作为悬挂胸前之用 这些名牌产品不但畅销全国各地 还向往新加坡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